不過我們可以確定的就是 這個左派集權的勝利 不會是他們的目標 他們的目標是要徹底的奪取 任何人保護自己的能力 他們的目標就是要讓你徹底 沒有反抗的能力 對於黑幫的攻擊沒辦法反抗 對於政府的壓迫更是沒辦法抵抗 他們要的不只是你失去抵抗能力而已 而是要你失去防禦自己的能力 你念的沒有錯 他們就是要你變得很好殺 你可能會覺得說 Ethan 你不要再講這種陰謀論了好不好 為什麼要老師吐槽政府啊 誰說政府要奪取你保護自己的能力了 他們只是希望不要再槍枝氾濫啊 我們就來看一下 紐約州長頒布的行政命令 禁止普通的紐約人穿戴購買 以及販售防彈背心 Governor Kathy Hochul signed a bill she said banned the sale of body armor she tweeted about the body armor ban and spoke about it too No longer will we allow the sale of body vests and armor to those who don't need them for work But it turns out the bill does not ban the type of body armor that protected the buffalo gunman I think this is a huge blunder but I think it's a huge blunder only because it doesn't do what it says it's supposed to do I think that's a big problem John Jay Professor Warren Eller points to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The term armor doesn't even appear I think the intent with this was to prevent these kids from going out in full body armor Not soft bulletproof vests 如果槍枝泛濫 黑槍到處都是的話 如果政府要保護人的話 不是應該每個人一人發一箭嗎 如果要解決學校槍擊案的話 讓那些慘案不要再發生的話 不是應該要加強學校的防護 把學校的大門鎖起來 讓槍手不能進入校園嗎 如果政府禁止槍枝 是為了讓那些槍停止殺人的話 那麼禁止防彈衣是為了什麼 請問防彈衣一年殺了幾個人 請問美國人用防彈衣傷害了誰 為什麼政府要禁止一個純粹防禦性的物品呢 為什麼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裡面 政府可以說一個人保護自己 有什麼是必要的 有什麼是不必要的 原因就是拯救我們 保護我們 幫助我們 一直都不是政府的目的 也不是政府的責任 他們要的是控制我們 夏天是不是太無聊了呢 是不是想要找一些 和家歡樂又有意義的活動一起做呢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Impact Harvest Church 邀請你跟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參加 聖夏園遊會 在7月10號上午11點到下午4點 今年的主題是種夏之夢 想要幫助更多的人可以找到他們的夢想 更重要的是他們造物主創造他們時候的方向 讓人活得可以更有意義 更有目標 更豐盛 Impact Harvest Church 歡迎所有 AI News的觀眾 吸家帶卷來參加 有豐盛的食物 飲料 還有大人小孩都愛玩的各式各樣活動 包括現場樂團演奏 還有抽獎活動 我在這裡真的是說不完 因為我當天也會在 因為那就是我的教會 地址是 140 West Lime Avenue Morobia California 91016 詳細情形歡迎到Impact的網站 www.loveimpact.net 來了解更多 2021 coeur 跑公園 Dummer 恭喜 秒 économ shift